为什么你存不下钱了 其实单身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能存一下 但是一旦脱了单 钱很快就消失了 为什么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感 今后你的世界里没有我了 今天又是情人节了 送什么东西呢 带我三八七夕双十一双十二 甚至六一都要当 更别提什么生日啊 在一起一礼拜一百天 周年的纪念日 每个日子都要仪式感 一年到底有多少个日子 但这些该死的仪式感都需要花钱 送什么买什么 网红经级 直播经级 各路带货的阿人 种草的阿人不断的告诉你 买它买它 Oh my God 太便宜了 所有的商家都是变着发小劲脑汁的 让你花钱 像什么 他有没有送你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这种明显是奶茶店老板编出来的话 不容的人上窜下跳 我能编出无数本 他没有送你春天第一双球鞋 第一个口红 第一个包包 你是卖什么的 就把你的什么东西往里面 生活是需要仪式感 但这个仪式感 发的冤枉钱实在是太多 钱挺难赚的 别让这个无谓的消费绑架 存钱钱做点真正有意的事 你说呢 再见 拜拜 拜拜